好来看到立委刘兆豪从2017年开始争取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来到台东推广艺文的演出 那么今年也将在11月的21号晚上 在台东的艺文中心演艺厅来举办公益的音乐会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自2017年以来 每年都到台东来进行艺文演出 今年同样在立委刘兆豪的争取下 将在本月21号的晚上 在台东艺文中心演艺厅举办公益的音乐会 为了建筑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 所以国财交特别在我们当努力邀请之下 我们来安排一场大编制的演出 在台东的文化中心 时间是11月21号的晚上7点30分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演出表演的机会 也结合了我们知名的歌手音真阳 也共同用着他的歌声搭配国台交的交响乐 我们相信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呈现 整个的演出是采取能够事先锁票 然后免费进场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在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也包括赵豪的服务处可以进行这样的取票 那我们每一人先取票两张 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各位朋友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个非常难得的演出机会 刘正豪指出 这次演出的阵容一样十分坚强 更有歌手音正阳共同演出 敬请民众把握机会 到刘正豪服务处进行锁票 记得潘君伟台中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